北卡大学联谊会拯救美国国旗 民众捐款28万支持 周二 在北卡罗莱纳大学 十几名学生联谊会成员在美国国旗周围坚守阵地 忍受着来自四周的侮辱 终止和飞来的矿泉水平 派开帕发成员布兰登·罗森·布鲁姆 在接受Unbalance节目采访时说 这些人想拆掉美国国旗 而我们在那里保护它 我和我的朋友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在旗杆上升起巴勒斯坦国旗 引发了对峙 北卡大学校长李罗伯茨在警察的陪同下 将巴勒斯坦国旗取下 重新挂上了美国国旗 当时美国国旗降下半旗 以纪念周一在夏洛特遇害的执法人员 校长罗伯茨离开后 抗议者再次试图取下美国国旗 罗森布鲁姆与几位联谊会成员 以及其他学生上前阻止 他们围住旗杆 不让美国国旗降下 罗森布鲁姆还举着一面以色列国旗 他说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 美国以及美国国旗 对我个人来说 还有以色列国旗 代表着我们的信仰 我们不会让任何人阻止我们 继续高举这两面旗帜 周二傍晚 工作人员在旗杆周围架起了铁丝网 联谊会成员保护国旗的视频 在多个平台上吸引了数十万人观看 有人还为联谊会的兄弟建立了GoFundMe页面 页面上写道 为他们献上一束鲜花 截至周三晚 已有八千多人捐款 总额超过26.2万美元 GoFundMe页面的创办人写道 身披葡萄藤旺和巴塔哥尼亚盔甲 英勇的联谊会成员保护着昔日荣光 免受马克思主义的践踏 西北大学和布朗大学的抗议活动 以学生与学校达成协议结束 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 拍Kappa Phi的这些男孩 不 男子汉们为美国奉献了最好的 现在他们应该得到最好的 帮助我们筹集资金 为这个兄弟会举办一场 他们应得的派对 一场奖励为国争光的兄弟会的派对 这太疯狂了 罗森布鲁姆说 我不会说我们要用这笔钱做什么 我只能说 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认为 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 尽管我知道联谊会的名声不太好 但归根结底 我们拥有兄弟情谊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会坚持这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